失聯的新加坡旅客夫婦到底在哪下車 泰魯閣觀光巴士行車記錄器終於還原 夫婦兩人一前一後確定在地震 當天早上七點二十分從沙卡丹下車 但他們從此音訊全無 六號花蓮警方通過轉運站監視器 確定兩人有搭上310泰魯閣觀光巴士 只是因為巴士還困在天翔 無法還原行車記錄器 如今有了訊號 確定兩夫妻下車地點在沙卡丹 也將成為搜救重點之一 搜救隊員一早就來到現場了 搜救重點一樣放在沙卡丹 還沒救出來的民眾 以及兩名新加坡旅客 沙卡丹步道被好幾大快落實 淹沒游幸一家五口找到兩人 但都已經沒了生命跡象 還有三個人沒找到 現在土耳其消防隊進駐 幫忙用無人機探測 要找到他們可能出現的位置 我們今天的第一個任務 就是到沙卡丹 我們盡最大的努力 去把失蹤的民眾 還沒有找到的民眾 能夠順利的找出來 來協助用空拍的方式 來盡量能夠很順利的 能夠希望今天能夠找到 終於掌握兩名新加坡旅客的下車位置 特搜隊也將全面進行搜救 不過被壓在十堆的兩具遺體 至今仍然無法用人力搬移 特搜隊不排除用大型機具進入 希望用最快時間把遺體救出來 也持續利用無人機搜索大崩壁 要找到失聯旅客 TVBS新聞李明輝 張凱玉花臉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按照片 張凱玉花臉採訪報導 感谢观看